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辩论只有不到四天时间 而拜登和川普两人准备辩论的策略却大有不同 拜登总统从上周五开始就与团队在大卫营闭门准备 包括研读政策文件和举行模拟辩论等 在过去几天拜登都没有举行公开活动 而川普前总统虽然也有和顾问们举行非正式的简报 但大部分时间却仍在四处奔走进行拉票 川普周六举行两场活动 分别在华盛顿DC 以及重要的战场州 宾州 被问到策略 川普说 而拜登的团队则在周一发布新的竞选广告 聚焦川普最近的法律案件 川普说他已经决定了他的副总统人选 而且此人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周四的辩论上 而拜登的团队则会在本周在各个战场州 举行超过1600个活动为拜登拉票 新常人电视台记者陶铭 美国白宫报道